长久的岁月中 许许多多生命 曾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其中没有一个生命 能够不死 人的眼耳鼻色身 这些都停止工作了 我们的意识也就停止了 生的另一端就是死 死亡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一个人死亡的时候 首先是进入了一个 昏迷的状态 出来了以后 这个就是佛教匠的这种中阴 中阴神 现场观众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向刊部进行了请教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说 神石离开身体的时候 当他的神石还没有走的情况下 如果就火化了 那这个亡人 会不会就堕入到三个道中呢 刊部详细解答了 亡人神石何时离开身体 处理亡人身体的何时时间 听说中阴时会遇到很多恐怖的景象 中阴会遇到哪些恐怖景象 以及如何判断人的投生去向等问题 来判断人到底往生到哪里了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面对这个特殊的生命活动 我们能做些什么 本期节目 我们将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刊部您好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通过您跟我们讲的一些知识 了解到了什么是死亡 死亡的过程等等这样一些知识 那么现在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准备要开始修行了 准备要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了 那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我们来进行选择呢 方法呢 其实是很多的 比如说像这个西藏读王经 它就是一个真本的一个 从这个死亡的准备到这个面对死亡 然后以及很多后面的全部的方法 就在一本书里面 那么这个里面呢 孟瑜伽 还有这个中阴的这个训练的方法以外 还有一些是我们现在啊 人活着的时候 怎么样去修 怎么样去训练 这些方法 这本书里面呢 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大概的话 这个修法是跟我们其他的 这个修法是在大体上是一样 那首先是修这个出离行 修这个菩提行 然后最后就是证悟 那么就是我感觉到 比如说这个中阴神的这所有所有所有的这个问题里面呢 就是发现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啊 没有开悟 没有证悟的话 那几乎就是没有用不上这些很好的这些这些方法 只能比如说这些比较好的这些方法永不上的话 那就只能选择一些比较普通的方法了 比如说在中阴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要投胎的话 那么就是比如说我去祈祷这个观音菩萨呀 等等这些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这些方法了 一些比较搞大上的这些方法是永不上的 这必须要有这个证悟 而证悟了以后呢 然后真的是很好办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为死亡做准备也好 为这个成佛做准备也好 就唯一一个就是要一定要证悟啊 这个是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啊 就是禅宗讲的这个民心间经啊 或者是藏传佛教讲的这个证悟大员们 其实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要在这个方面要下功夫啊 那如果要证悟的话 那在这个之前还要做一些这个前期的工作啊 一个是需要有这个处理性啊 第二个就需要有这个菩提境啊 其实这三个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啊 里面讲的这三个部分了 那这三个部分是非常重要 这三个比如说有了处理性菩提心 然后有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基础上稍微再加一点 中阴身的一些这个这个 一些特殊的这个训练啊 那这样就就可以了 对 您提到这个三主要道 处理性菩提心和空性 证悟空性 这个平时要修 然后在死亡的时候 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帮助自己 在这个上面呢 稍微再加一些这个中阴的时候的特殊的这个修法 比如说 孟瑜伽也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中阴的修法 这个六中阴 里面柳中阴就是有六个中阴 六个中阴 虽然这个都叫做中阴 但是呢 其中这真正的这个死亡以后的中阴呢 就其中只有一个 所以呢 中阴啊 这个是由这个光阴和虾阴 那么从虾阴的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那中阴就是人死了以后 还没有投身的这个国度的这个事件 叫做中阴 光阴的话 一个人从这个开始轮回 到最后的这个成佛之间的这个 这也是一个一段时间 阶段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叫做这个中阴 所以这个六中阴当中呢 这个这些全部都包含了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是将这一生的这个修法 那这个里面呢 它也有四加星 五加星 然后呢 正无空星的方法 还有它的这些禅丁呢 这些修法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四加星 五加星修完 然后修完 以后呢 通过这个中阴圣的这种禅丁的这个修法 禅丁可能就修个一年两年这样子的时间 然后禅丁修好了以后 就让我们的心基本上静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看 到底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内心 精神使节 或者是佛心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然后去体会 这样子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比较平静 在这个时候是比较容易看到 它的这个本心 就开悟了 开悟了以后呢 再加一点这个中阴圣的特殊的修法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开悟了以后呢 就最根本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一切都好办 明白了 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因为这个死亡的这个话题 尤其是涉及到大家平时要去怎么去修行来面对死亡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学习和看过您之前讲过的一些 跟死亡相关的一些这个课程和教研 其中呢您提到了几种修法 比如说有一种是武力 武力平时有修 那么在中阴的时候呢 也可以帮助到我们 也想请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讲讲 这武力分别是什么呢 武力分别是什么 哦对 其中这个有一个叫做 其实这个五种力量呢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是在中阴的时候用的话 首先是这个善中力 善中力就是心善 搏下一个中字 叫做这个善中力 那善中力就是 比如说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这个不行了 时间不多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把自己的这些 比如说所有的这些财产 房子车子以及其他的这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应该留给这个子女的 就是一部分留给他们 然后一部分大部分呢 拿来做一些这个善事 自己喜欢做什么都可以的 供佛呀 或者是这个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啊 都可以的 那拨下一些这个中字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是在临终的时候呢 这些财产啊 都是属于自己的 那个时候是属于自己的 人死了以后呢 把比如说王者的这些东西 拿来就替他做一些善事 还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呢 毕竟啊 人走了以后就是没有自己亲手去安排 那么好啊 那么有效 所以就是做这些方面的这些工作啊 该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啊 就是积累一些这个福报啊 这个叫做三种礼啊 三种礼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园礼啊 园礼 就发园 发园 发园 发园的时候呢 可以发什么样的园都可以 但是有几个主要的这个园啊 主要的园呢 啊 临终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要慌慌张张的啊 就是必须要担定啊 啊 所有的功夫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一定要用得上啊啊 一定要用得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心静下来啊去思考啊 那就去发园啊 那发园发什么园 第一个是啊就是愿我生生死死啊 都能够拥有这个菩提心啊 能够遇到这个大乘佛教啊 大乘佛教 然后就是愿我能够这个生生死死都能够遇到啊 给我指点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三知识啊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乘佛教的一些愿啊 就是发这样子的愿啊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自己发什么愿都都可以的 这叫做这个愿力 第三就是叫做破除啊 破除力就是啊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我执啊 佛教里面叫做爱我执 爱我执 爱我执啊 我们都是我们的我们翻覆都是这样子 普通的人都是特别特别爱我自己啊 不爱这个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生命啊 我们任何时候啊就把自己的事情就就放在第一位啊 作为这个头当大使啊 这样子来啊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我们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一个想法观点啊 那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啊不让我们成功啊不让我们这个走向解脱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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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头啊 那把这个要要把它破除 这叫做这个破除力啊 那这个破除的方法呢就在临终的时候就要想啊 我我我以很快就要这个进入啊 我一定要把我的这个我执啊就是破除掉啊 因为有了这个我执我从勿施以来就是成千上万次的这个生生死死啊 每一次这个这个死亡的时候呢 我一无所有量手空空的离开这个这个世界啊 我一生这个就是一生的这个功夫啊 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东西这样子走这个什么原因呢 主要就是啊 跟这个我执呃有关系啊 我这一辈子全部都是为我自己做这些实属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一无所有啊 如果我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我执这样子的话 啊那我这一生当中为别人着想为别人付出 那我今天不会是这样子啊 今天我这样子这个啊 两手空空的这个一无所有这样离开的 要这样子离开的这个啊 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就是就是跟这个啊 我之有关系啊 所以我不再允许啊 他啊这样子生生死死来伤害我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破掉啊 啊这个决心啊非常的这个这个重要的 对这是第三啊 然后第四的话就叫做这个因法啊 因法力因法力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们的 呃人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内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啊 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这个生无重啊 啊生无重啊 对生无重 比如说我明天早上啊 啊要一定要三点钟起来啊 或者是四点钟起床这样子 我睡觉之前的时候呢 我反复的啊就去向啊 实际的去向啊 啊水着了以后呢 那明天一定回这个两点三点四点 我需要需要需要起床的时候我会醒过来的啊 啊那这个就叫做因法力啊 啊这个叫因法力啊 那这个是在任何时候 除了我们的这个这个啊 生无重以外还有很多时候 这个是可以起作用的 嗯那所以我们啊 啊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要担定啊啊 这个时候要去想啊 啊我一定我这个进入这个中阴啊 啊的时候呢 这些啊空谱的景象啊啊 啊声音啊啊啊 我一定会看到会听到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我自己的内心当中啊 发誓出来的 发誓出来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一个景象啊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外在的什么 恐怖的景象 这里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啊 那那个时候我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啊我一定要知道啊 我一定要知道 我千万千万要记住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啊我到时候呢 比如说在中印的时候 我到了这个世界 我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呢 很多的这些蒙收啊这些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不能啊这个害怕 我一定要知道这些 都是像做梦的时候一样 是我自己的内心当中 这个投射出来的 只不过我的内心当中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个这个 这个中字能量啊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有稍微糟糕一点啊 而已 实际上这里没有真实的这些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定要知道 这些都是我自己内心的投射出来的 就像投影一样的东西啊 还有一个呢 我那个时候一定要知道 他们都是我一定要观想 这些都是啊 佛 菩萨 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士啊 那个时候我一定要要做到啊 这些呢 翻幅的要提醒自己 要记住啊 这叫做应发力 第四嗯 然后第五的话叫做传习力啊 传习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啊 觉得自己要走的时候啊 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从这个修行当中离开啊 修行当中离开 这个是最好的 就是人这个离开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啊 有些人呢 比如说浑浑沉沉的就走了 就是像像睡着了一样啊 在这个之前呢 也就是这个声势不清 嗯 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走啊 那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走啊 那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走的话 他没有没有太多的这个明显的痛苦啊 那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走法是比较好的 状态啊 对 其实这个是不好的 因为这个时候他声势不清楚 所以该观想的该想的这些 想不出来 他是对想不出来的 想不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是是比如说就比如说疼痛啊 这些比较比较比较严重啊 但是呢 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啊 那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这个这个啊 如果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走的话 比较好 因为他虽然你这个身体上有这个疼痛啊 难受 但是呢 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所以他该观想的 还要提醒自己的这些都来的去去做啊 他也会想到 他也会一定会这么做 那还有一个呢 比较重要的是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伤识啊 或者是我们的 比如说同时的这个 学佛的这个 同修 对 同修 在比较比较 近的地方啊 那么我们就邀请我来啊 就给我提醒啊 这个临终的时候的这个提醒是 非常重要的啊 虽然我们 有下了一定的这个功夫 也比较单丁 但是毕竟在这个生死的这个关头啊 那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么轻松啊 所以呢就是有人提醒一下 这个是比较比较比较保险啊 那就是有人就有人提醒是非常好的啊 那如果这个 那如果这个 比如说这些 比如说上司也好 我们的师兄也好 都不在 呃 那身边呢 或者是近就比较附近都没有的话 那就 我想比如说通过电话啊 这样子来提醒一下 也是应该是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帮助的 嗯 这个时候这个是比较重要了 呃 然后这些该做的准备都做完了以后呢 开始搭做 开始修啊 他有具体的修法 具体的修法呢 我们今天就在不需要在这里讲 因为大家可以看这个西藏读王经 还有比较同属异动的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 都有了 那是也有书也有这个诗评都有了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些具体的这个修法 通过这个修法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啊 王生啊 这个叫做传习力啊 传习力啊 最最最好的 对 啊 这个时候不能这个手忙脚乱啊 啊 这个时候要丹丁啊 啊 这个把这个修行的这个禅丁的啊 啊 这个 境界当中啊 啊 比如说菩提心也可以啊 或者是空心也可以 都可以的 啊 或者是有这个菩娃法啊 菩娃的一个专门的一个 这个临终的时候的一个 这个 这个修行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修法啊 啊 这都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 往生啊 啊 这叫做这个传习力 这叫做五力 五个力量啊 啊 在这个五个力量 有五个力量的这个帮助啊 啊 在这个帮助下啊 啊 能够往生的话 那这个一定是走的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好 对 非常好的 我总结您刚才说的 第一个是善种力 善种力 第二个是呃 愿力 第三个是破除力 破除力 第四个是引发力 对引发力 第五个是 就是 串席力 观众朋友们太好了 串席力 哈哈哈 考试八十分 对 其实 像我这样的状态肯定不行 大家呢 平时真的要把这个 落实到自己的这个行动当中 然后呢 在就是真的面对这一天之前 一定这个是非常熟悉的 这五种力 才能用得上 要不然还得想 哎 该美力了 肯定不行 是的 那 在拎种的时候呢 比如说一个人的 七星冬年 还有这个一举一种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 影响非常的大 平时我们 呃 比如说一个七星冬年 它可能不会导致 呃 那么那么多的这个后果 啊 结果 但是在临种的时候 呃 比如说一个善的念头 完全可以让它呃 做的非常非常的好 呃 一个恶的念头啊 一定会就是让它走的特别 特别的糟糕 所以临种这个生死的这个关头 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 嗯 对 那您刚才讲的这种武力 适合所有人还是某一种 适合所有所有的人啊 但是内容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学到这个密法里面的这些方法的话呢 那我们把这个无力全部都围绕着啊 这个菩提心啊 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啊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呃 就无力全部都是菩提心啊 除了菩提心以外没有什么啊 但一切这这五个都就围绕着这个菩提心 那这样子在菩提心的修行当中而往生 那这样子也是可以 那如果有这个密法里面讲的那些专门的这个这个修法的话 那就会更加的会殊胜 我们下纹看 我们下纹就有关比较联网 那还是优先养 我们下纹就在一个圈子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